那時候贏兩出局了 他就說把好球數搶出來 打得就不好打了 然後守住這樣 應該可以 我自己也是想要玩頭 投手就是這樣 就是勝負就是看 你守住才有機會贏 不管隊友打幾分 你讓對手打更多分 還是一樣會輸球 其實我是不太會緊張 我反而比較喜歡丟一些 就是會讓我緊張的球賽 這樣感覺比較刺激 就主打比較不好丟啊 所以就盡量把球壓在外面 讓他們比較難打就好 也不用說想去三陣 就是讓他們打不好 表現還不錯 今天狀況調整很好 就叫我那個後腳重心低一點 不要身體 看到球身體不要衝出去 做好自己的本分就好 相信自己 很高興又進到八強 然後往後比賽一度不來 相信我們可以打進冠軍 很興奮啊 希望接下來比賽 也可以這樣表現成那樣子 就是帶我們去冠軍 金大富龍一定可以過關成這樣拿冠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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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的將軍 請問我們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